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签署的中党条约 他在北约秘书上眼里依然是欧洲安全的基石 大金社10月3日报道称 北约成员因俄罗斯的9M729导弹系统 而怀疑莫斯科违反了该条约 北约7月就已经表示对俄罗斯的这一意图严重担忧 该问题如今又成为布鲁塞尔三日和四日会议讨论的重点 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总部召开的会议上称 我们非常担忧 并十分严肃地呼吁俄罗斯以透明和可证实的方式遮守中导条约 他还补充说 他们现在承认导弹的存在 因此我们要求他们回答我们的问题 只要他们不予以回答 最合情合理的假设就是 只设计违反中导条约 报道成 9M729导弹系统自2017年被爆存在以来 不断被华盛顿指责违反了中导条约 该条约通过被重使用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导弹 终结了因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以西方国家首都为目标部署的SS-20核导弹而以发的危机 报道成 自首次出现对救M729导弹系统的指控以来 莫斯科不断表示并没有违反条约 但他的否认并没有让被约信服 今年2月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表示 五角大楼正致力于研发新型低档量和武器 旨在应对俄罗斯的威胁并迫使莫斯科武器透明化 北约一名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在此事中求已在俄罗斯以防 并强调卫约期待可信的答复 他指责莫斯科破坏各种现行的缓解军事紧张的国际协定 还提到俄罗斯的军演缺乏透明度 近几个月来 《长腰报》道成 俄罗斯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 不断在北约国家海岸出现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被隔4日在布鲁塞尔出席记者会路透社 大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被隔4日在布鲁塞尔出席记者会路透明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